宾仪馆 沙沙的响声 就再也没有别的动静 与这间停尸房 隔着一道门的前屋 王明端着一杯七号的热茶 正在细细的品着 眼睛盯着桌子上面的报纸 报纸上面头一条 用印刷体赫然印着 殡仪馆看更远 离奇死亡之谜 看到这儿 王明把这报纸一扔 当我是吓答答 然后养身 把双脚搭在桌子上 继续喝茶 其实他这么做 只是在自我安慰罢了 因为他知道 就在不久前 这里看更的老张头 突然死掉了 他才有机会 顶替了老张头的这份工作 据说老张头的尸体 脖子上有一道明显的勒痕 是死于窒息的 可是现场 却找不到任何一次 搏斗的痕迹 许多人都说 这是鬼魂锁命 但具体的原因 却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王明正想着 这个时候 有人敲门 王明猛然一惊 差点摔掉了手中的茶杯 想到 奇怪了 这么晚会有谁来呢 不会是领导来检查吧 不可能啊 哪个领导这么敬业 于是 王明问道 谁啊 啊 我是前院扫地的 王明听到这儿 打开了门 门外 站着一个头发 有少许的发白 年纪 有五十岁上下的老头 啊 您是谁 有事吗 王明 轻雅地问 啊 我是前院扫地的 天晚了 来这里歇歇脚 老头说道 啊 那您请进吧 王明 把老人请进了屋里 但他心里很奇怪 这么晚了 这老头来这儿干嘛 老头 也不客气 像是把这里 当成了自己家一样 进来以后 大大咧咧的一坐 王明 一边给老头倒茶 一边问道 您怎么称呼 啊 叫我张伯好了 老头随口地说道 张伯 王明 手里的暖壶 差一点掉了下来 呵呵 别怕 这里姓张的老头啊 多的是 老头 似乎明白王明 在害怕什么 连忙地解释着 王明听了以后 才擦了一下 刚下出的汗水 抖着还发颤的手 给张伯 继续倒水 骑茶 张伯接过水 笑了笑说 小伙子 不用这么客气 这个时候 外面的风 更大了一些 不一会儿 就狂风大作 似乎 是要下雨了 猛烈的风 吹进了屋子里 将王明 扔在桌子上的报纸 吹开了 那个 看更远离奇 死亡之谜的报道 又一次 进入了王明的眼睛 张伯 也看到这则报道 抿了口茶 开口问道 知道看更的老张头 为什么死的吗 不知道 说是被勒死的 死的太离奇了 王明回答说道 张伯 这个时候 故意压低了声音 又说 他是让一个女鬼 给掐死了 王明 听到这儿 有些颤抖的又问 大家都这么说 您 您也是听来的吧 这个时候 外面已经下起雨了 而且下得很大 而这个老头 过了好一会儿 才开口又说 我不是听说的 我是知道 整个事情的经过 王明吃惊极了 张伯 又继续笑着说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就是关于 这个老张头的 这个老张头啊 是一个孤儿 没有文化 也没有本事 一直都是单身一个人 没有女人肯嫁给他 就这样 一直到他很大年纪了 也就不去想这事了 几年前 他到这里做看更人 开始的时候 他是非常害怕的 但是后来 渐渐的熟悉了这种气氛 甚至 胆子也越来越大了起来 竟然 去打开冷柜 看尸体 其中 也有女人的 老张头 摸她们 她们不反抗 她觉得很高兴 于是 这就成了她的习惯 后来 她选了一个 年轻漂亮的死人 做了老婆 打住打住 您说的这个 这不可能 王明不相信张伯说的这些 毕竟 他说的这些 就跟故事里的情节一样 太让人 匪夷所思了 我就知道你不信 我有办法让你相信 说到这儿 张伯 故意阴森森地笑了笑 又说道 你跟我来 张伯 站了起来 转身 向停尸房走了过去 王明看着她 很是好奇 但是心里 有只发毛 可是好奇心 战胜了这一切 她跟了过去 她想知道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外面的雨 更大了 不时还有雷声 一声声雷迹 让王明的心脏 一次又一次 跳得更快 她想还是回去吧 可是好奇心 却让她一步一步地 向前走着 她觉得 每走一步 就离死神 更近一些 到了门口 张伯 站在门后 脸上 却挂着温和的笑容 是开玩笑的吧 这个老头 大半夜开这种玩笑 自己也相信 想到这儿 王明松了一口气 打了一下张伯 差点被您给吓死 可就在这个时候 张伯倒退了几步 头痒了起来 她脖子上 有一道明显的勒痕 王明的脸 傻是变得惨白 本能地向后退去 不小心 办到了什么 她回头一看 地上是一具尸体 还是个女的 可是她的肚子 却高高地 拢了起来 很明显 她怀孕了 这个时候 又听到张伯 冷笑着说 你现在相信 事情是真的了吧 你发现了 事情的真相 那你 也不能活了 张伯变得极其可怕 向王明 扑了过来 王明 从噩梦中醒来 茶杯 被她打翻在了地上 水 洒了一地 此时 外面正下着大雨 不知道什么时候 窗户开了 正被风吹得 直响 王明起身 要去关窗户 就在这个时候 敲门上 响了 我等着老胡 把最后一个立体包装箱 装到了火车上 低头看了看手机 时间显示 是下午四点二十分 这个时候 其实并不是送货的最佳时机 很多公司的员工 到头下班之前 总是工作心不在焉的 我担心 我把货送过去以后 他们会以 出纳下班 老板不在 等等借口 拖延付尾款的时间 但是今天早上 又接到电话 客户明天上午 要有重要的活动 今天 必须把这批服装给送到 坐在驾驶室里 老胡 喋喋不休的 一直在说起他那个 上中学的儿子 车窗外 有大片的白树林 树林深处 十分的阴暗 有潮湿寒冷的空气 飘了进来 我忍不住的 打了个寒战 这气息里 仿佛都隐藏着 某种危险 未知的东西 我使劲的 摇上了车窗 福泽山公墓的 这批服装 是在一个月以前 定下的 公墓的位置 在城郊的山上 一条干净的百油马路 盘旋到了山腰 周围 全部都种满了百树 大门 是汉白玉的 进宫雕琢 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 站在那个大门台下面 竟然 有了危恶 肃穆之干 火车停下 我赶紧地跳下车 跟老胡一起 就把包装箱抬了下来 放到公墓的接待大厅里 等他们清点验收 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小姑娘 冷冷的 一脸的不耐烦 我讨好的跟她搭讪 希望她能迅速一些 在我的验收单上签了字 我就可以去财务 结尾款了 现在才刚刚五点 应该还来得及 小女孩就这么慢慢地 数着纸箱里的服装 然后伸手去摸一下 那挂在衣服里的西裤 确定他们还在那里 又仔细地核对了 西服包装上写着的名字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 老胡不停地看表 已经到了六点钟了 她要去接她的宝贝儿子 每天都是如此 清点王七十套西服 又过了半个小时 我拿了验收单 飞快地就跑到了 大厅隔壁的财务室 玻璃门锁着 里面没有人 我看外面的防洞门没有锁 想着他们大概就会在这附近 于是就顺着花园的小径 一路就找了过去 山上起了雾 远一些的景物 已经看不清楚了 我走过了一道锤花门 前面传来了一针小声 在公墓里 能笑得如此开心的 想来也就只有这里的工作人员了 很有可能 就是财务室的那几个女人 于是我寻声 就往公墓深处走了过去 前面是个四合院式的建筑 三面都是道年大厅 中间的大厅门楣上 还挂着一个死者的名字 周围摆了好些的花圈 我站了片刻 仔细地听了听 刚才那笑声 没有了 有阴冷的风吹过 卷起地面上的指线 贴在了我的裤腿上 在这样的环境下 我突然就感觉到有点害怕 伸手 接下了指线 扔掉 转身 想要回到接待出去 还没有走出四合院 耳朵里就真切地又听见了一阵笑声 还夹杂着男人和女人的笑骂声 就从中间的那个悼念大厅里 传了出来 我一惊 回头看去 大厅中间放着一个透明的棺材 里面并没有死人 但是 也没有活人 我的脊背 一阵发麻 拔腿 就往外面跑去 身后 又传来了笑声 仿佛 是带了点儿讥笑 我不敢回头 跑了一阵 却发现自己 走错了路 跑到了公墓的最深处 周围 都是整齐的墓碑 惨白的石头 在木则中看上去 就好像是一张张 面无表情的脸 我站住了脚 拼命地叫自己镇定 狠狠地掐住了自己的手心 告诉自己 你什么也没有看见 什么都没有 现在还是白天 不是晚上 所以 不用害怕 不要自己吓自己 就是这个时候 从公墓里 就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一步步地 踩在冬天 留下来的枯树枝上 我心里 是一阵的狂跳 想要跑 却怎么也挪不动脚 冷汗 就从额头 流到了耳朵上 却连抬手去擦的勇气 都没有了 眼睛 就盯着那声音 传来的方向 身体 僵直 人 就从里面走了出来 是个老头 眼帘下边 有一块红色的胎脊 他微微地 有点喘息 看了看我 点了点头 算是大招呼 我惊魂未定 也跟他点了点头 他看见我额头上的汗水 和惊恐的表情 便说道 迷路了吧 顺着这条路 顺着这条路 往下走 前面有个石狮子 左转 就出去了 我努力地笑了笑 跟他道了信 就按照他说的方向 走了去 其实 我也可以按照原来的路 返回去的 但是 我实在是没有勇气 再经过刚才的悼念大厅了 只好 走另外的路 这条路 其实更加的恐怖 因为两边 都是林里的墓碑 这些墓碑 与我的距离 是如此的近 近的我都可以看清楚 墓碑上 那些亡者的照片 我不敢看 但是眼角 一直划过一张张 黑白的人脸 我甚至都觉得 我在走过的时候 他们的眼睛 也在跟着我转动 越想越 害怕 我又跑了起来 突然就觉得 这个公墓 是这么的庞大 路 实在是太远了 接待处的灯光 此时已经亮了起来 这灯光看上去 是如此的温暖 我松了一口气 剁了剁脚上的泥 理了理头发 走了进去 老胡 早已等得不耐烦了 看到我 立刻就站了起来 我对他摇了摇头 他脸上露出了沮丧的表情 他知道 我没能拿到货款 还得等一会儿 接待处的小女孩 已经准备下班了 手里提了包 准备随时离开的样子 厌恶地看着我们 我们不走 他就不能锁门下班 问他财务室的人去了哪里 他的回答却是不知道 我又看了看手机 时间已经是七点半了 我竟然在公墓里 转了一个小时 现在的选择 只能是要么 再去财务室看看 要么明天再来 想了一下 我打算 叫上老胡 跟我一起再去看看 老胡的毯子 似乎比我还要小一些 他不敢思顾 只是埋着头 就跟着我走 但是有一个人作伴 我已经觉得 不那么害怕了 后悔刚才 没有叫他一起来 把自己吓得那么惨 财务室里 还是没有人 我有些懊恼了 就大声地喊了喊 声音 就回荡在屋子后面的树林里 那里 仿佛是有人在应答 仔细地听了听 却又没有了 老胡 显然也是听到了 疑惑地 就往树林里走去 我不敢跟去 只能站在原地等他 一会儿 只听见 他与人交谈的声音 但是 那声音很小 说的什么 听不清楚 急目望了过去 树林子里 阴沉沉的 什么也看不见 周围几经无声 只有树叶 哗哗的响 天色是越来越暗 我想 今天已经是来不及了 便大声地叫老胡 等明天早上再来 过了一会儿 老胡慢慢地 就走了出来 问他跟什么人说话 他只是笑 我催了他赶紧地走 转弯的时候 我就回头 看了看树林里 依稀地 就好像看到了个人影 好像是 给我指路的那个老头 心里一机灵 这个老头的行踪诡异 会不会是 背后又开始发凉 不由地就加快了脚步 车开起来了 老胡却一直很沉默 气氛十分地古怪 我用手在脸前扇着风 其实现在一点都不热 我只是觉得 莫名其妙地 有些紧张 想跟老胡说说话 他很反常 我需要证实一下 他是不是老胡 于是我干笑了一声 故作随意地问道 你今天还去接你儿子吗 老胡叫了叫 不说话 沉默了一会儿 我又问他 刚才你在树林里 是跟谁在说话 老胡还是没有说话 他又笑 那笑容十分地怪异 好像是谁 在拉着他的嘴角 往后面扯 以至于他的口水 都溢了出来 我惊骇地看着他嘴角的口水 觉得事情开始不妙了 路上此时空无一人 我试着拉拉拉车门 能拉开 车门响了一声 老胡就转过头来看着我 还是不说话 他这个样子就更加坚定了 我逃跑的决心 他已经不对劲了 我猜 这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鬼上身 车速此时并不算快 我在寻找 合适的地点 挑车 前面的山傲里 有几所房子 亮着灯光 我如果在这个时候 逃下车 还可以跑到那里 去求助 斜着眼睛 看了看老胡 他还是面带笑容地 开着车 那口水 已经流到了他的毛衣上 不能再迟疑了 我用力地打开了车门 突然就有一只手 牢牢地抓住了我的左手 我尖叫起来 老胡看着我 他的指甲 都已经掐到了 我胳膊上的肉里 我挣扎起来 老胡还在笑 那笑容看上去 极其地恐怖 我咬他的手 右手 抓住了杂物箱里的扳手 就砸下了他的脑袋 鲜血 就从他的头发间 流了出来 他的脸 变得更加地恐怖了 却还是满脸的笑容 我几乎都要晕过去了 砸他的手 也是越来越软 然后耳边就传来了 一阵巨响 车身剧烈地晃动起来 我的脑袋 狠狠地撞在了挡风玻璃上 然后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在醒来的时候 浑身剧痛 脑门上紧紧地包了纱布 见我醒了 我妈就摸了摸我的脸 说了一句 事情都结束了 迷迷糊糊地 我就又睡过去了 这一次 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才完全地康复 所幸 没有严重的内伤 只是脑震荡 断断续续地听说 是因为老胡驾车的时候打盹 我们的车 才会翻车的 后来清醒以后 想起了在公墓里的恐怖遭遇 试着 向他们吻起了老胡 他手的伤更重 头部的皮肤 没有完好的地方 手臂和腿骨也骨折了 还好 性命无碍 我出院以后 去看老胡 他已经回家休养了 见了我 十分惭愧的样子 说是不应该在开车的时候 打瞌睡 害得我一起遭了殃 他的老婆跑前跑后地招待我 生怕我责怪他们一样 从老胡家走出来 我挽起了袖子 看了看手腕上 依然存在的掐痕 也只有这个 才能证明 每天的遭遇 都是真实发生的 并非梦境 好了 这就是今天为您讲述的 公墓金魂